感恩節與耶誕節都即將來臨 而在紐西蘭慈激之公是關懷長者 提前來歡慶耶誕節 送給長輩們一人一本禁私語 而在美國意義深遠的感恩節 幼兒園的老師則是教導學童 知恩惜福的這個道理 最愛的餅乾一包包拿在手上 還幫老師整理成香 感恩節是一個家人聚在一起團聚的節日 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 感恩節不單單只是分享食物 它的珍貴價值是在於知恩惜福 你看有一些人他沒有房子 他要在路邊睡覺 他衣服不夠穿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他們的家 他們不像你們很幸運 有大大的房子 我跟媽媽帶餅乾 真的啊 你和媽媽帶餅乾啊 帶球卻餅乾 我為他們吃飯 可以他們蓋房子 你要幫他們蓋房子 小朋友純真的心意 就跟著食物一塊送出去 好 大家 而這一頭的麥克風 也送來再熟悉不過的旋律 記憶中的老歌曲 讓爺爺奶奶的嘴跟著哼唱 歲末十分 志工來到安養中心 與長輩同樂 夜旦節還沒到 禮物已經拿到手 一人一本禁私語 老奶奶馬上翻閱 積極付出 珍惜每一個住人的機會 夜旦節感恩節 意義更加深遠 大約新聞正常美志工 美國紐青蘭綜合報導